首先恭喜三位拿下比赛 然后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东哥 3比0拿下比赛 但是可能第二局双方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的 想问一下第二局没得遇到了哪些困难 以及自己是如何调整应对的 我觉得第二局其实也算比较正常 我觉得自己一开始也是大比分领先 然后可能有一两个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吧 然后对方把比分追上来了 但是我觉得到关键球的时候 其实自己相对整个心态处理还是不错吧 那其实对手在第三局后半段也是换来高发球 那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 东哥又是如何去应对的 其实赛前也都会有这种准备吧 各种对于对手的无论是打打风格还是一些特点 可能都会有所了解 所以还是按照赛前这种既定的准备去执行 上一次和娜娜赛凯兰交手是在19年了 已经三年没有交过手 那自己在赛城是做了哪些激战术的准备呢 主要还是以我为主吧 因为其实上次交手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这几年还是有很多的进步 然后一直在世界排名上也保持了这种比较高情 所以自己还是首先能够因为进入淘汰赛跟小五赛不一样 首先自己在这种开局这种调动上以及专注上 我觉得要比小五赛做得更好一些吧 那其实对手也是有备而来 一开始上来就是两边打非常开 那面对对手的这种有备而来 自己又是如何去处理应对的 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正常一种计划吧 其实第一局这种打到最后关键时刻 甚至自己也做好这种输一局 哪怕输两局的准备 所以打到关键时刻 还是按照正常这样的计划去进行 好 接下来问楚清 跟对手其实没什么交过手段 但是对手也是一位左手球员 自己在赛前又是如何进行准备的 我觉得对手的了解都是很多吧 然后也是看过他跟队友打的更不像 然后去大概去了解他这种 发揭发前三板的一些这种能力 然后过这种路缺点 然后在赛前还有针对他 去对抗一些左手的计划 那晋级了八强下场要面对瑞典 其实对面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咱们要如何去进行备战 我觉得瑞典队肯定是 就是目前这个事情在团体里面 最强的队友之一吧 所以说还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更要是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 然后跟对手去反而去拼吧 反而去纠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之后 感谢观看